六个符号学英文 各位朋友 我是仲华老师 123加4 帮助大家快速学会用英文 考英文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 英文的动词有12个实态 真的是搞不懂 不会用 能够弄清楚的 没有几个人 但是神奇的六个符号 却可以用几分钟 就让大家明白 而且会实现 希望大家来欣赏 学习今天的教学内容 学英文的朋友都知道 光是一个吃饭的eat 英文可以千变万化 变成12种不同类型的形态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啊 中文是一种农业文化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数量财产 非常的重视 一个一条一门一键 你看每一个数量的单位 都不一样 英文呢 是一种海洋文化 对他们而言 他们要出海 那么这个潮汐 这个时间 要抓得很准 所以对他们而言 这个时间 时态 就变成非常的仔细 非常的复杂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在英文里面表达未来的时态 一共是四种 这四种又各是怎么样子呢 首先呢 这四种先分成 一件事跟两件事情的 各两种 所以总共是四种 当我们谈到 未来一件事情 我们就看到这个坐标 这个中间的时势线 代表现在 那这是右边 就是未来 在未来有一件事情 时间很清楚 我们就用未来式 比如说 I will go hiking tomorrow 明天我会去爬山 这没有问题 各位看到 这个助动词叫will 或者改成be going to 都可以接受 那么我明天要去爬山 但是 但是这个未来式 大概就是八成的比率 如果明天下雨了 或者是明天我有点累啊 我就不去了 所以这个I will go hiking 是未来式八成的比率 但是如果各位想要百分之九十九 这是确定好的 那么大家都讲好了 明天一定要去 那么祈祝一个同学的生日 大家一起爬山庆祝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 除非是台风来了 地震来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 各位看 I am going hiking 这只是大家熟悉的 现在进行试 但是它并不代表 现在正在做 而是预定明天一定会去 几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I am going hiking tomorrow 再看第二个例子 I am leaving for Japan 我呢 明天要启程去日本 Tomorrow 飞机票都订好了 非有特别的气候状况 我明天一定百分之九十九的 会去日本 I am leaving for Japan tomorrow 再看这第三个例子 The new store 这新的店啊 is opening 那么要开幕了 Next Monday 下个礼拜一 我们的店开幕 要请长官 请政府官员来捡彩 所以呢 这是不能改变的行程 这是个黄道吉日 所以一定会准时进行 我们用现在进行试 来表示未来预定的行程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未来谈一件事情 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就是大概八成 I will go hiking tomorrow 这是大家熟悉的未来试 但是九成九一定要办到的 一定会进行的 I am going hiking tomorrow 用现在进行试 来代表未来预定之行程 如果想跟我说 未来两件事情 那它就有两个可能性 这两个可能性分别是什么呢 要码就是两个事情碰在一起 各位看到一个叉叉 一个圈圈 这两个事情刚好碰在一起 When you come tomorrow 当你明天来这里的时候 是明天早上十点 I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in my office 我十点钟明天早上 在办公室等你 所以你来的时候 跟我等你的时间 会碰在一块 这就是两件事情 在未来碰在一起 用未来进行试 I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各位现在虽然听明白了 可是要你马上去听得懂 去运用出来 你还是有困扰的 因为你根本不熟悉 这个未来进行试的长相 I will be waiting 那么我们在六个符号 交给大家的时候 一定叫大家念 连文法都要用念的 一念轻松如意 一下子记住 一下子就能够听 一下子就能够运用 我们的进行试有三种 现在进行 I am waiting 过去进行 I was waiting 未来进行 I will be waiting 你试试看 你跟着念它几次 I am waiting I was waiting I will be waiting I am waiting I was waiting I will be waiting 好 各位不要看 眼睛闭起来 I will be waiting 换你来 I 怎么样 will be waiting 所以我们来看下 这两件事情 碰在一起 再念一次 When you come Tomorrow I will be waiting I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in my office 六个符号 跟大家很多地方不一样 就是非常强调这步骤一的工作 你不但要懂这个文法架构 你还要同时念出声音 这两个缺一不可 有声音 有思考 就成为一个个的句子 你才能记得住 才能够听得懂 才能够运用得出来 很多朋友 一辈子学英文 都是用听的 用看的 用抄的 用考的 所以等到你真正要去听 你要去讲话的时候 甚至你去读 去洗的时候 你都有困扰 咱们再看下去 刚才是两个事情碰在一起 不过两个事情 应该更多的可能是 一个先 一个后 一个先 一个后 有先后发生的顺序 而先发生的 咱们就用未来 完成式 各位请看例子 When you come next time 在你下次来的时候 咱们今天上课 下礼拜 这个时间你再来一次 但是你必须在下礼拜 来之前啊 把你今天交代的功课 做完 你的功课 明天可以做 后天可以做 但是你必须在 下礼拜 在这个圈圈发生的时间之前 你先做完你的功课 You will have done 各位看到这个事态更陌生了 You will 就是你将 have 翻成中文的先 然后再加上 过去分词的done 叫做做 Your homework When you come next time You will have done Your homework 好了 学到 记得住 用得出来 这一定要你的念诵 这个地方并不熟悉 对不对 所以基本空间念诵出来 这是现在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 跟刚刚的未来完成式 大家跟着念 have done had done will have done 再一遍 have done had done will have done When you come next time you will have done your homework When you come next time you will have done your homework When you come next time you will have done your homework When you come next time you will have done your homework 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们 教学的功能跟成效 讲了 先听懂 听懂之后 跟着念 马上你就能够会 试试看 能不能够 记得起来 能够运用了 当你下次来的时候 When you come next time 你将先把你的功课做完 you will have done your homework 我们把刚才的 未来的四个情况 给大家三下两下 说清楚了 一件事情 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 80% 用未来试 99% 用现在 进行试 I will go hiking tomorrow 这是未来试 八成 但是下雨就不去了 I am going hiking tomorrow 这是现在进行试 99% 一定会去 两件事情就更精彩 更复杂了 要么就是两个事情 在以后碰在一起 要么就是两个事情 一个先 一个后 碰在一起 就叫进行 When you come tomorrow I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in my office 两个落 一个先 一个后 When you come next time 你下次来 You will have done your homework 你得先 把你的功课 做完 好了 各位朋友 是不是 看起来很复杂 过去大家学的 也很复杂 咱们就几分钟 给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12个时态 咱们这4个时态 一下子讲完了 那另外还有8个 不也是一下 讲完了吗 所以学习可以快速的 底子是可以很快建立起来的 然后图飞往进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跟你打包票 因为我们不希望各位是受到好像广告啊 或者是用美丽的辞早啊 一个愿望啊 一个美梦啊 这样子吸引 学英文就是扎扎实实的 找到一个好东西 全力认真以赴 叫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几个月之内 我保证你的英文快速进步 快速能够运用 能够几分钟让你明白会使用 其实英文真的就是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a cake 希望咱们的六个符号 123加4 能够成为学英文的楼梯 这个楼梯带领你一步一步 很快的上去到你想要到的地方 而不是相反的 在现在很多的朋友 是非常努力 非常辛苦 要花大钱 机会到外国老师前面 甚至你都人到国外去了 我相信你都理解 在国外 在外国老师面前 你不一定学得懂 你不一定学得出来 那么很多的朋友 即使说了几句 很多道理你根本不明白 你还是对英文没有什么信心的 那为什么不反过来 很快的先把这些东西弄懂了 你再去找外国老师去练习 你会的这些东西 再到国外去花大钱 去体会那个外国的环境 那那个时候才是能够收效丰盛 但是没有这个前面的这个梯子之前 你就想办法用尽吃奶的力气爬上去 我说真的 少数人的确爬得上去 大部分人爬的是又辛苦又吃力又没有成效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尽管动词有十二个时态 大家很多人搞不懂不会用 可是我们呢 就可以用这几分钟让你明白会使用 其实英文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真的懂它的道理的话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英文问题 其实都可以当场解决 当场明显的进步 我们就有这个把握跟这个能力跟这个信心 当然这更靠着我们多年来的经验 在一小时之内让你明显的体验到你的理解 你的进步 英文的发音 英文的说话 英文的文法架构 来去看懂英文的长短句子 来写出比较正确的email 写出正确的报告 你要记忆新的单字 这都是当场马上可以进步的 只有听力会比较辛苦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从小到大 太多的时间都是空白的 你记得我们刚才说的 中文英文的互换运用 一个就是声音 一个就是英文的思考 两个合在一起 你的成果就显现了 听说读写考运用 考试都考得好 可是好多的朋友 因为在过去没有声音 你的脑袋里面都是 一大堆的不清不楚的单字 一大堆不清不楚的文法观念 却没有声音 所以现在要把听力加强 你必须快速的 大量的去口头念诵 而且加上你的文法结构 表解它是什么组合 什么样子贫贫臭臭的 你懂了这个英文架构 自己的声音也够流利又快 而且会连音 因为英文的字是连在一起的 你这样子的听力 才有办法进步 好的 总而言之 有效的东西 当场快速就能进步 而相反的 没有用的东西 可能学了今年累月 还是不行的 很多朋友 一下子就花一大笔钱 然后去学习了之后 又发现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进步不了 所以与其在花那些之前 不如先找到一个 基本功的步骤一 先训练好 那么这一小时体验课程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来证明你的成效 不管各位是什么程度 或者是在工作上各种需求 考试考哪一种 都可以在一个小时 让你大幅进步 恍然大悟 当场能够说出正确的英文 当场能够用出来 当场能够考试进步 好了 各位朋友 不要去听广告 不要去做梦 实实在在的 找一个对你有效的东西 好好的去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